本期视频将从不同的角度为您检授地处南北的阿根廷饮食的风貌与历史话不出正片开始 话说如果让格西亚临选三个最能代表阿根廷的名词 您会选什么呢 反正我的答案是足球汤格和牛肉 并且相比于百年一遇的马拉多纳与梅西和原初非洲安格拉的汤格 牛肉其实更能诠释这个国家的历史 据说如今的阿根廷人年人均消费肉类118公斤 其中57.2公斤为牛肉 而这份对于牛肉的痴迷却要从16世纪讲起 1511年 哥伦布的儿子迭哥哥伦布开始有计划的将西班牙牛引进到美洲 之后从巴拉玛到委内瑞拉再到巴西 伴随着殖民者的脚步 西班牙牛用了40年的时间终于踏上了阿根廷的土地 得益于潘帕斯草原肥沃的草场和理想的气候 置身天堂的牛群们开始疯狂的繁衍 这18世纪初数量已达4000万头 当时的阿根廷出口商品中的99%都是农牧产品 与美国的牛仔文化类似 阿根廷也有基于畜牧业产生的高桥文化 高桥人在血统上一般指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结合的后代 他们是潘帕斯草原上适应力超强的游牧骑手 也是阿根廷艺术与文学中的重要角色 走马放牧的日常工作 决定了他们时常需要在外风餐露宿 由于缺少吹聚水源 高桥人养成了用棍子穿成肉块烧烤 并快速进食的饮食习惯 这种吃法后被殖民者接纳 逐渐发展成了如今阿根廷最具代表的美食 阿萨多烧烤 虽然如今的阿萨多烧烤 早已不是当年的棍子穿肉那么简单 但是也仍保留了一些百余年前的风貌 比如席间一定要有动物的下水和香肠 这正是因为当年这些部分不好腌制保存 所以经常优先食用的缘故 此外阿萨多的另一个特点是不追求香料的使用 所用者基本就是当地一种粗粒严严而已 你当然可以说 这也是当年高桥人忙碌慌促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但我觉得这项传统能够保留 更多还是因为阿根廷人烤肉所用原料的新鲜与优质吧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士 中外一里 另外如今的阿萨多显然与当年着急忙慌吃完 赶紧上工的快餐不同 现在的他代表着悠闲的假日里 朋友们围绕考价展开的欢乐聚会 持续几个小时 那都是最起码的 甚至现在阿根廷每年还有固定在巴塔哥尼亚举行的阿萨多节 另外谈及阿根廷牛肉的历史 你就永远绕不开另一个国家 英国 19世纪初 短角 赫里夫德 安格斯等英伦三岛的优质牛肉开始登陆潘帕斯草原 这样阿根廷的畜牧业在品质上更上一层楼 此后很长的时间里 阿根廷肉类的运输也是被英国垄断的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2年 一场我们略有耳闻的现代战争 马岛海战改变了两国的贸易关系 战争的结果是距离此岛12761公里的英国继续保有该岛主权 两国的贸易也因冲突而中断 但神奇的是这一系列看似对阿根廷带来沉重打击的实现 最终却让阿根廷逃过了疯牛病的侵袭 要知道这病当年可是对英国日本等诸多国家的牛肉业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真是幻因恶极因祸得福 阿根廷是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国家 在19到20世纪间有大约660万的移民来此定居 这其中最多的便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 两国的文化也是颇多关联 意大利在欧洲本就是一个比较格色的存在 所以阿根廷人历来有着美洲意大利人的混号 而基于这种认知又衍生出了很多关于阿根廷人的玩笑 但因为大多带有戏谑的贬义 所以在此就不背数了 意大利移民的到来必然也在饮食风尚上带来了相应的影响 就拿阿根廷人最喜欢的牛肉来说吧 最家常的做法肯定不是需要架火烧炭的阿萨多 而是原初于米兰炸肉排的阿根廷炸肉排 传统的米兰炸肉排其实用料非常的薄 甚至有时肉的厚度还不到半厘米 吃的就是一个裹上鸡蛋面包糊厚快速油炸的脆感 但由于阿根廷拥有得天独厚的畜牧业优势 你让他们费劲半天做一口薄肉片吃 那真接受不了 所以阿根廷的炸肉排在用料上要厚实的多 这就要求他们需要更透彻的进行松肉的步骤 之后用鸡蛋加上大蒜香菜做成酱汁 喜欢的话还可以来点芥末酱 将肉排沾上酱汁再裹上面包馅 如果肉排的体积太大 那只用油炸的方法来处理必然有些费劲 所以在对待大块肉排时 一般的做法是先炸后烤 上面还要撒上巨量的奶酪 这样炖厚的菜肴相较于当年只是充当左餐配菜的米兰炸肉排来说 多少有点画质为局的感觉 此外一位来自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的移民 纳塔利奥阿尔巴也为阿根廷贡献了一道名菜 那就是烤普罗沃干烙 普罗沃干烙本是阿尔巴家乡的特产 它将其与阿根廷当地的烧烤箱结合 创造出了这道美味 做法是将奶酪切成大拇指宽度的厚片 然后放入锅中单面煎烤 至其融化 之后搭配任何你想搭配的食材 可以是洋葱 欧芹小葱 也可以是牛肉 香肠碎 甚至可以是辣椒粉 小番茄 做得以后 可以搭配面包成为一餐中的主角 也可以当做烤肉大餐前的开胃小吃 除了意大利人 西班牙人及其所属的摩尔人 也对阿根廷饮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毕竟相较于意大利人 他们要早来了将近三百年 这其中最典型的菜品 是所谓的恩潘纳达 其此一本为包裹 一直将馅料填装入面团 所以把它翻译成馅饼 应该大差不差吧 据传它最早是由摩尔人带到了伊比利亚 再由西班牙人传至阿根廷 这种饭菜一体 物美价廉又便于携带的馅饼 已经出现 就在阿根廷的劳动者中流行起来 面团的做法相对统一 基本都是用牛油加小麦粉 而馅料的配方 跟咱们的饺子一样 可以完全的因地制一随心所欲 你可以在大多数饭店里 买到他们各自版本的恩潘纳达馅饼 并且它也是阿根廷人在派对 和节日期间必不可少的小吃 另外西班牙人还将食血的风俗 带到了阿根廷 这样雪肠成了如今 阿根廷烧烤派对上的必有菜式 欧洲对于食用血液的传统 可以一路追寻到古希腊时期 其后北欧 法德 英伦 葡萄牙等地也都适时死务 西班牙意在其内 但当年雪肠主要是供平民食用的穷吃食 其原料多种多样 猪 牛 羊等各种牲畜的血液均可 添加物更是五花八门 基本就是手边有什么 就往里辱什么 但阿根廷的血肠可没那么花少 所用的血液一般就是两种 牛血或猪血 牛血数量多 价格低 但味道稍差 因此讲究一点的血肠 都以猪血为原料 添加物上 也不似英伦黑布丁之流 要往里边堆燕麦充树 人就大模大样的 在肉块里混入血液 之后加入盐和香料 观肠 说白了 阿根廷人做血肠的初衷 主要还是因为肉太多了 需要变着花样的 把它们吃下去而已 原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之前 印第安人和瓜拉尼人等族群 就已在阿根廷生活了 如今阿根廷国旗上的图案 其实代表了正是印加太阳神 当年在此生活的原住民们 多是种植南瓜 甜瓜和红薯的农民 而当时此地的主要肉类来源 是可爱的羊驼 羊驼是高度群居的动物 因此很容易饲养和照看 它们也是欧洲殖民者到来前 每周大陆仅有的被驯化的牲畜 据说与牛肉相比 羊驼肉的脂肪含量更低 是一种相对更健康的肉类 但是你要想说服阿根廷人 常吃它们 属实也难了点 毕竟这里肉类资源 实在是过于丰富了 羊驼的味道 与那些上好的肉类相比 还是差了点 不过另一种 关于原住民的饮料 却被实打实地继承了下来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带茶 这种源自巴阿龟东青叶子的茶饮 是阿根廷消费最多的饮料 用阿根廷人自己的话说 马带茶是最忠诚的朋友 关于马带茶的详细介绍 在另一期视频里 其实已经做过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在此就不赘述了 但是除了马带茶之外 其实还有一种酒精饮料 也是阿根廷人的心头好 那就是菲尔内特酒 此酒最早是意大利人 创制了治疗霍乱的药物 但其独特的味道 让人深深着迷 于是渐渐演变成了 一个专门的酒种 菲尔内特酒的另类之处 就是要在酒中加入多种草药 而加入了具体种类 又因地质疑各不相同 其中出自阿根廷原住民的一个配方 最受当地民众欢迎 人们还特别为他开发出了一种喝法 就是往菲尔内特酒里加可口可乐 当地原住民的草药配方 加上欧洲的酿酒方法 再配上美国人的可乐 各种文化共之一杯 正如阿根廷饮食一样 岔流入海 相遇为一 视频发出之日 将逢元旦佳节 在下于屏幕前 与您拱手作一 乘助诸位 万象更新 景色赋年 软球马快 深安夜乐